大家好,我是木子楓雲 那我們今天要進入到Scratch的教學 在開始進入Scratch的教學操作之前 我們先來講要怎麼去取得Scratch Scratch基本上有兩種版本 一種是我們在線上游覽器裡面所使用的版本 另外一種是離線版 就像是我們一般的軟體一樣 把它下載到你的電腦上面去進行安裝使用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要怎麼去取得這兩個 首先第一個 如果你想要取得離線版的話 你就直接在搜尋面打上Scratch 然後接下來Scratch下載 按下去之後呢,你就看一下這個 Scratch offline這個 然後你注意一下它的網址 它的網址是來自於Scratch的 那像上面這個 雖然它寫著Scratch官網 但是它其實並不是來自Scratch網站 所以我們要選擇下面這個 但點下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到下載Scratch App的介面了 那我們就往下這裡 依照你的電腦系統去選擇 首先我們今天大部分的電腦都是Windows 所以我們就直接使用Windows就好了 如果你是蘋果電腦的話 你再去點這個 那我們是Windows電腦 那我們就按直接下載 那當我們按直接下載之後 這裡 就會開始把我們Scratch的安裝檔案下載下來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點選這個 去進行安裝 安裝完成之後 就會我們Scratch離線的版本了 那當我們下載Scratch之後 我們就對它點兩下 那點兩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準備進行軟體的安裝了 那接下來當我們安裝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使用第一個就好 然後按一下安裝 那接下來它會問你是否允許變更你的裝置 那按下是之後 它就會開始安裝我們的Scratch 那基本上這裡的安裝 只需要點一下下就可以了 那我們接下來當我們Scratch安裝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按下完成 這時候我們的Scratch就會被我們打開 那如果你發現你整個Scratch的介面沒有像這樣是中文的話 你可以點這個地球 去選到我們最底下的繁體中文 你就可以把你的整個介面換成中文介面了 這個是我們Scratch離線版的使用方式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Scratch網路版的使用方式 接下來當我們到我們的Google介面的時候呢 我們就在這邊打上Scratch 按一下Enter之後 我們在搜尋裡面的第一個 基本上就會進入到我們Scratch的網站了 那進來之後呢 當我們今天想要使用的時候 我們只需要直接按創造 我們就可以去使用了 你用這樣的方式所做的東西 那你要儲存的話 你要先把它的編輯檔先下載下來 那我們更方便的做法 就是我們直接辦一個帳號 所以我們可以按加入Scratch 那加入Scratch呢 這邊地方我們就可以打上我們的名稱 然後接下來打上我們的密碼 那我們這邊就不要顯示出來 打完密碼之後我們就按下一步 接下來我們國家台灣的話我們就按T 就可以打到台灣了 接下來我們想一下喔 現在是五月我們就當作我們是五月生 不然2005好了 然後接下來按下一步 接下來我們就選擇我們的性別 接下來就這裡就打上我們的信箱 然後我們就按建立我們的帳戶 好 那我們在建立帳戶的時候 它會跳出我們需要選擇這種辨識的 我們就稍微選一下 那當然我們大家的題目可能都會不太一樣喔 那當我們今天建立好帳戶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像這樣 那我們就按下去 好 那就可以發現這邊就登入好我們的帳戶了 但是我們接下來它會顯示這個 這個的意思是說我們今天我們的信箱沒有去驗證過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到我們的信箱裡面去進行我們的驗證 基本上當你註冊之後 你就會收到一封像這樣子的信 那你點它 按一下驗證我的帳戶 那你這樣子就可以完成你整個帳號的驗證了 當你驗證完你的帳戶之後 你就可以完整的去使用到Squatch裡面的很多功能了 就開始去使用Squatch創作我們的東西囉 那我們現在就來跟大家講一下使用Squatch 如何在我們的平板上面去使用 那我們的平板使用跟手機使用是一樣的喔 那可以看到我們畫面的左邊是我們Apple的系統 我們右邊是我們安卓的系統 那我們在使用的時候呢 並不是去使用App Store或者是去使用Play商店 它在裡面其實並沒有官方正式出的軟體跟我們下載 所以我們今天要使用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開啟我們平板上面的瀏覽器 所以像我們這邊就開啟Apple平板上面的這個瀏覽器 那我們在安卓系統這邊也去開啟我們的瀏覽器 那開啟好瀏覽器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去搜尋 所以我們就去搜尋裡面打上我們的名稱Squatch 打好Squatch之後就點下去 那我們另外一邊也一樣 我們就打上我們的Squatch 那打上Squatch之後呢 接下來就到我們的網站 那我們在PC的教學的時候 我們就講過我們要點哪一個了 那一樣喔 左右兩邊就是去點到相對應的網站裡面 然後你這邊在看的時候 你要注意一下 你去的是不是它Squatch自己的官方網站 雖然同樣名稱都叫Squatch 但有些其實並不是喔 好那我們現在 不管是我們蘋果的系統 或者是我們安卓系統 我們都已經進來了 接下來的步驟就跟我們在 使用我們電腦線上版一樣 我們就去登入我們的帳號 我們看這邊登入 或者是你發現 欸這邊如果是英文介面怎麼辦 沒關係我們往下滑到最下面 從這裡 可以去把修改它的語言 我們就點選它 然後去選擇最底下的繁體中文 我們在網頁的時候也是一樣的做法 那我們兩邊都登入好之後 接下來就是登入我們的帳號 然後就可以開始 去使用我們Squatch所有的功能了 我先點一下創造 好我兩邊都先點選一下創造之後 你會發現進來之後 就跟我們一般Squatch的介面是一樣的 那基本上它的操作一樣 如果你想把我們的程式方塊拉出來 一樣是按折就可以拉出來了 操作方式差不多 但是其實我還是覺得使用我們的電腦會比較順手一點 但如果你家真的沒有電腦設備可以去進行操作的話 那你就不妨也可以使用你家的平板去進行操作 那平板跟手機的話會建議使用平板 因為畢竟平板的畫面比較大一點 你在操作上也會比較容易 手機的畫面會比較小 那如果你對於我們今天所教 不管是如何去使用Squatch離線的版本 或是Online的版本 或是手機平板的版本 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這個影片的底下留言 那看到你們留言之後呢 我會再回覆你們的問題 那剩下Squatch要如何去做我們想要做的東西 我們就下一堂課再見啦 掰掰